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上一段影片,我们先把房子的六个墙面拼接成一个完整的房间 这个工作看起来非常简单,似乎不值得用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 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能把一些新手该知道的东西在影片里面一并介绍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上一段影片为完成的工作 首先,一样把两个专案都打开 那在原来的这个关卡里面呢,有1跟2这两个书签 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让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场景 那在新关卡里面,我们也同样设定好这两个书签 另外呢,我们再加上3这个书签 那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呢,大概就可以涵盖场景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那对于我们之后建立,布置整个场景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在新的关卡里面,我们也同样调整摄影机 让它来到差不多同样的方位 然后我们在setbookmark这边同样的建立3号书签 那在这边我已经建好这个3号书签了 那总之建好之后呢,我们就先按下存档 把目前关卡先储存下来 那在原来的关卡这边也同样 按下存档,把它储存下来 除了用书签的方式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新增摄影机来记录视角 一个关卡里面可以有许多摄影机 包括viewport的视角本身也是一个摄影机 不过它代表的是关卡编辑者的视角 而不是在游戏进行当中玩家的视角 玩家的视角通常是绑定在第一人称 或者是第三人称游戏角色上面的摄影机 比如说像这边我们先打开第三人称的角色 这个blueprint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角色的后面就会有一个摄影机 这里我们就以目前这个三号书签的视角 来建立一个新的摄影机 首先从左上角的这个选单往下拉 找到Create Camera Here 在这里建立摄影机这个指令 在这里有两个选项 Camera Actor是一般的摄影机 它的操控通常是Real Time 也就是即时的方式 意思是在游戏或互动导览进行当中 由玩家直接来操控它 而Think Camera Actor是电影摄影机 它比较像是3D动画软体里面 做动画的方式 先设定好摄影机的移动路径之后 再按下算图按钮来进行算图 是一种非即时的移动过程 那这里我们先选择Camera Actor 建立好之后 画面上就会多出一个摄影机的小视窗 那这个是这个摄影机 就是这个Camera Actor的预览视窗 如果没有选到摄影机物件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样子 那这边就不会出现这个预览视窗 那我们也可以先选回到这个摄影机 然后按下这个小的预览视窗里面的 这个Pink Preview这个按钮 那Pink是大头针的意思 按下去之后呢 这个预览视窗就会盯住 即使我们选到别的物件 或者移动我们的视窗 这个预览视窗也不会消失 我们也可以在Perspective 这个选单这边 看到这里有Camera Actor 那选择了它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 Viewport的视角 直接就会变成Camera Actor 这台摄影机的视角 那当我们移动我们的视角的同时呢 摄影机相关的参数也会跟着改变 那这边我先从世界大纲这里 找到这台摄影机 那大家注意看底下Transform这边的参数 就可以看到它的Location跟Rotation的部分 就是会跟着改变 这种直接透过调整观景窗 来调整摄影机参数的方式 我们就称作是导航模式 那在观景窗这边写着 这个Pilot Active 这个讯息就是代表 我们目前是在对Camera Actor 这一台摄影机进行导航模式 那在这个文字的旁边 这个看起来像是传统上 把光碟片退出的这个按钮 就是用来结束导航模式的 按下去之后就会切回原本的观景窗的视角 那要启动导航模式 除了从Perspective这个选单来选择摄影机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世界大纲这边 在摄影机的名称这里 按下滑鼠右键之后 选择这一个Pilot Camera Actor 一样可以启动这种导航模式 那现在我先再切回到 1号的这个书签视角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 场景里有一些不自然的条状的阴影 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这些阴影是哪里来的呢 那其实它就是我们在上一段影片里面 提到过的面对发向量的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抬头看天花板 那当然是不透明的 但是如果我们拉高到天空 特别是从太阳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场景里面的太阳 这个白色的箭头代表太阳照射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 从太阳的方向来看的时候 天花板是透明的 那这个就是因为发向量的关系 所以在室内相反的方向看的时候 它当然就是透明的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那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从太阳光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不透明的 而这个不透明 我们如果稍微角度调一下 像这一条 我们看它是不是跟后面的阴影的位置 其实是重叠的 那另外这一条 这样稍微调整一下 那现在它其实就是跟太阳光的方向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面就是造成这一条阴影的原因 而像这边 这个面就是造成这一条阴影的原因 我们再切换回到一号书签的位置 那所以本来 因为天花板的阻挡的关系 我们室内应该是比较暗的 那另外因为有这一面墙阻挡的关系 所以而中间这边又开出了一个门框 所以本来在地上 应该会有一个M字形的阴影 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室内变得很亮 那都是因为法相量的关系 所以太阳从上面照下来的时候 完完全全都是透明的 那只有像这个面 现在这一长条的面 因为太阳光是这样子斜的照过来 所以这边会有影子 那另外在这个地方 这里本来是就是窗帘的位置 所以天花板在这个地方有稍微凹进去 那凹进去的那一横条 投下来的影子就变成这个地方 那地上的这一条也是因为这个墙面本身 这边凸出来的厚度 那这个厚度在这边的这一面 对太阳光来讲它是不透明的 所以在地上留下这个阴影 这些问题的发生 就是因为我们把原本应该是有厚度 有实体的这些墙面和天花板 我们把它靠外侧的面删除掉了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外侧的面再找回来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 在Archifist Mesh这个资料夹里面 有这一个SM Room AutoShare 这个就是它的所有外墙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把它拉进场景之后 跟先前一样 我们透过Reset的方式 把它整个拉回到原本应该在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拉远一点看 就可以看到它是整个包在外头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 原本的一号这个视角 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的阴影 仍然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阴影的计算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通常场景里面所显示的阴影 只是一种预览效果 如果要看到正确的阴影的话 我们要透过Build Lighting 或者是Build Off这样子的指令 那我们现在选择这个Build Lighting Only 那它会开始做一些计算 我们稍微等一下 那它这边会出现这个Build Lighting 然后等到结束之后 那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阴影的显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阴影 它其实是一种贴图 额外的贴在墙壁和地板 这些物件的表面 这种贴图称作光照贴图 Lightman 而计算这些贴图的过程 在Unreal Engine里面就称作是Build Lighting 在其他的3D软体里面 一般我们把它称作是光照贴图烘培 Light Map Baking 这就好像烤焦吐司面包的表面一样 那现在我们切换到2号树签的视角 这些阴影看起来有一种脏脏的感觉 那这是因为我们在Build Lighting的时候 选择的是最粗糙的画质 我们从Build这个选单 可以看到Lighting Quality 打光的品质 这个项目底下 我们现在是选在Preview预览 也就是最粗糙的画质 那在布置场景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用Preview或者是Medium中等的画质 那如果是High高等或者是Production 制作这样子的等级的话 那出来的结果就会好看得多 那这边我们先选到High 然后再重新让它Build Lighting一次 我们稍微等一下 那跟刚刚一样 在这一边结束的时候 这边就会开始Build Lighting的过程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里的这些阴影 就会比刚才要来的看起来自然的多 接下来我们就来把房间的门窗给装上去 不过还没装上去之前 我先把这边的隔点距离调回到10 这个预设的数值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SMDoor就是房间的门 我们拉进来 那它刚好是面对着底部这个方向 而且我们会看到拉进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贴起地板 那现在我们按下键盘上面的F 把距离拉靠近 那这样子我们比较可以精确地抓到位置 然后我按住键盘上面的Alt键 LT 稍微转角度 那再转回来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form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这个预设的隔点 把它降成5 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些这种建筑布置的时候 调成10或者5大概都可以了 那调太小反而不恰当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门差不多就调在适当的位置 那同样的门我们另外装到旁边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把门拉过来这边 那它需要转90度 我就直接在Rotation这个地方 Z轴输入90 它就转过来了 那拉到这个距离 我们看它大概就是跟墙面是符合的 那也同样我们稍微转一下角度 那这样子位置大概就OK了 那现在我再切到3号的视角 因为3号视角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那这边因为这两扇门是在 就是这个轴向是平行的 所以我直接按住键盘上面的Alt键 再拉住这个键头 就可以复制一份过来 那我再按F靠近来看 那我这样子位置就是正确的了 那再来这边有一个大的落地窗 这个落地窗在这边 Slideing Door 所以我同样的把它拉过来 那靠近之后 我们也是稍微旋转一下 看这个落地窗放的位置是否恰当 大家知道一般来讲像落地窗这样子的东西 它可能不会完全跟墙角这边贴合 因为它的宽度跟 应该说它的厚度跟墙壁的厚度 毕竟是不一样的 那我大概就放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把门跟落地窗都放好了 那再来我先把 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边 这个地方有窗帘 那我们看到窗帘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看到在 内容抽屉这边 窗帘就只有这一个 所以我们先把它拉过来 拉进来的时候 窗帘会自动的贴齐到 天花板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边当然它不能够碰到柱子 所以我们再把它稍微拉过来一点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一边的窗帘了 另外一边的窗帘的话 如果我只是这样子直接复制过来 它似乎不太自然 大家如果观察我们一般窗帘 比较靠中间的部分 它可能会这样子比较松松的感觉 旁边的部分这边会比较靠近 靠近一点 我们拉进来看像这个样子 好那所以回到这边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一个窗帘 在x这个轴向 的scale这边 我们直接输入-1 那它就变成是一个静射的方向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两边的窗帘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它是两层的窗帘 这两层窗帘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设定成不同的材质而已 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 我们直接就可以按住alt 复制一层出来 然后把它稍微移动一下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跟 呃 乌梁这边会有一些冲突 好那所以我们 就把这三层的窗帘 按住control 把它通通选起来之后 我稍微调整一下 那把它 再稍微往外拉一点 让它不会碰到凉 那这边往上看 大致上只要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干扰就好了 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在它的材质这个地方 我先按下brow来搜索 那我们看到在它原本的资料库这一边 这个是它的 它使用的材质 那旁边它就有一个白色的 窗帘的材质 所以我们就选到这个窗帘的材质之后 按下这边的use 那它就会把材质带换过来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 让它们这个窗帘的部分 差不多这样子弄好 好那现在我们再拉回到一号视角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转一下吧 那我们再build一次lighting 因为现在整个看起来好像窗帘会感觉它的颜色很亮 那在lighting quality这边我用medium就好 这样子速度可以稍稍的快一点点 好那很快的这个build的过程就结束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的样子出来了 那我们这一段影片先到这边 在下一段影片我们再把整个房间把它进一步的做完整的布置 谢谢大家